下一个问题 倘若我们读经不明白 倘若我们读经不明白 或没有滋味 是否圣灵离开了呢 这有两种意思 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读经读不明白 没有滋味 假如说你是重生基督徒 假如说你曾经 长期从神的话语里 经历过恩典 甘美的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会读经读不明白 有的时候会没有滋味 为什么 属灵的低谷 低潮 我们这段时间 沉迷于罪恶 贪爱世界 心思里面充满了 肉体的情欲和败坏的事情 里面不爱神 不敬畏神 人若爱世界 就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了 这样的时候你读圣经 你读着两个眼直直的 看着圣经 字也读懂了 字也读了 发音也正确 但是那个圣经就像和我之间隔着 这个五十毫米的这个有 这个水晶玻璃一样 我的良心不被他感动 我的心就沉沉的麻木 无味 经历不到话语中 比蜜甘甜 比芬芳下滴滴蜜更甘甜 这种经历 为什么 我们远离神了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 一面默想 一面悔改 求主捷径我们的心 恢复我们 这个心 是否意味着圣灵离开了呢 后面有一个问题 跟这个类似 圣灵离开 从哪里直到圣灵离开 大卫祷告 求你不要收回我的圣灵 离开我的命 是吧 赐我重新赐我救恩之乐 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想到大卫犯罪之后 他就祷告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灵 好像是暗示了 好像圣灵要离开 是上帝要 你小子犯了罪了吧 不听我话吧 好吧 把圣灵抽离离开你 然后大卫感觉到 这种胁迫感了 说主啊不要 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诗人在犯罪当中 体会到那种罪恶感 体会到自己因着犯罪 那种神的与神之间 那种隔绝的那种感受 他感受到 好像上帝离弃他了 所以他祷告 求神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不意味着上帝 真的收回他的圣灵 为什么 当然旧约的处境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之间 从新约的亮光来看 没有人会认为 大卫是不得救的人 没有人认为 大卫是被圣灵离弃的人 那么在新约里面 我们结合另一个问题来看 和这个同学的问题一样 我们信神 而且受洗归主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我们常常会有软弱的手 当软弱的手 圣灵是不是还与我们同在 好吧 按你们的逻辑 按你们的逻辑 我的意思不是羞辱你们 我讲话就比较犀利 犀利的好处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伤到我们的自尊 犀利的好处就是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赤裸裸的 以反面更加体会到这种问题的问题 把你的问题 以丑陋的方式放大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 这问题原来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更生动鲜活 如果你软弱的时候 圣灵离开你会怎么办 你可能说 哎呀你悔改就好 悔改 圣灵就 罪得赦免了 圣灵就重新回来了 请问你 圣灵离开了 你还能悔改吗 圣灵不光照你 你还能悔改吗 悔改不了 我们原初悔改的事 也不是凭我们悔改 然后圣灵进到我心里了 我悔改了 所以圣灵来了 不是 圣灵先来 在我里面做工 我才悔改 上帝给那些悔改相信的人 应许圣灵永远住在他里面 所以第一点 我们认为我软弱 圣灵就离开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就灭亡了 我软弱圣灵就离开 离开的人就等于被神遗弃的人 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 与你的心同证 你是神的儿女 没有我们得基业的 圣灵的制作凭据的话 就证明我们是跟神无关的 熟血气的 自然人是灭亡的 神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圣灵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心与圣灵一同 圣灵与我们的良心一同 证明是神的儿子 刚才我们说 以夫所说一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圣灵作为智 作为印记 证明我们是神的基业 证明我们将会承受神的基业 对不对 所以软弱的时候 如果圣灵离开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灭亡了 但问题是 说进一步说 软弱的时候 圣灵就会离开吗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想 圣经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 十四章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宝灰师 这个就是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注意 谁说话 基督 要上十字架的基督 要献赎罪祭的基督 要一次献上成就到永远的 这位大祭司 这位最完美的 有效的赎罪祭 基督 他亲自说 我要求父 我基督 圣子到城中圣子 父 圣父 求父 然后父就另外 因为子的缘故 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后面说十七节 真理的圣灵 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要 叫他长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然后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不离开你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大祭司 献上祭物 要献上自己 这种赎罪祭 基于自己的中包 基于自己的旧恩 他应许 我要求父 父因着子的缘故 要赐圣灵 圣灵如何赐下 基督十字架上献祭 罪得到赦免财 才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的人 才能享受平安祭 什么其他的祝福 一个罪人是不可能承受圣灵的 所以罪人没有资格领受圣灵 忠保基督 为我们献祭了以后 满足了神的供应 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 天平了一切的罪债 所以使神的祝福 临到基督 基督做我们代表 他完全的顺从 被神称义 然后获得了 赚得了所有的祝福 包括最大的祝福 就是圣灵 生命的灵 然后他应许 父要因自己的 这种完全的赎罪 然后赐给你们圣灵 叫他永远你们同在 这是基督亲自 应许门徒的 应许给教会的 基督求父 基督是中宝 然后父因基督的缘故 赐给我们圣灵 圣灵才永远不 圣灵从来不是根据 你我的圣洁 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根据那个 他永远也不会进来 因为我们里面不干净 如果根据这个 他永远会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里面不干净 在伟大的圣徒 内心当中 还是有不同程度的 罪恶的欲念 冲动和想法 甚至是罪行 所以圣洁的灵 如果单看我们的情况 和状况的话 它不会住在我们里面 就像《创世纪》六章 这些人既属活血气 我的灵就不常与他们同在 但这个事情 在基督里得到解决了 因着基督的缘故 他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 我们的罪 因着基督的缘故 得赦免了 上帝饶恕了我们的罪 基督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不算为罪了 所以圣灵因着基督 救恩的赏赐 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将圣灵赏赐给那些信他的人 所以我们是凭着应许 靠着基督中宝的代求中介 我们才获得了这个永生的赏赐 圣灵应许住在我们里面 借着基督持续的中宝 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和父的信使 子的信使 确保了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不是根据我们的状态 所以我们传统受阿米念的影响 总是觉得 我一不圣洁了 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 你真的圣洁吗 你凭着自己一辈子都见不着神 为什么 我们认为在圣洁里面 按照神的标准 我们意识到的罪没有犯 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没做呢 罪不只是冒犯 愉悦 罪还有未答 刚才我说脱把 没有达到神的目的 我们不仅是不杀人 不恨人 我们去爱人 如果没爱也是罪 所以如果要根据我们的情况下 圣灵永远不会来 也不可能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基于基督赚得的救恩 他赚取了这个永生的赏赐 应许了保障了 凭着自己的献祭 凭着自己和这个三一上帝之间救恩的协约 救赎之约 父既然设立这个救恩 子既然完成了 就应许圣灵给所有信靠基督的人 所以这个是三一上帝的工作 的的确确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不是基于我们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 努力留意保守的心思 一点远离拒绝罪恶和各种欲望不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 圣灵来了也是为了救我们 带领我们 致死着取死的身体 或者是这个罪神 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这个罪神 这个必死的身体 致死我们里面的恶欲恶行 所以软弱的时候 反而圣灵与我们同在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大家不是很熟吗 我们软弱的时候尚且不知道如何祷告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连自己为什么软弱都不知道 自己出的状况都搞不清 你当然不知道为自己怎么祷告 加上心灵里面的软弱 更没有力量祷告 想祷告就没有力量祷告 在圣灵在我们里面 催促我们 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哪怕叹息 当诗篇里面不是说了吗 我们心里的意念 我们口中的言语 我们心里的意念 你都知道 我们坐下 我们起来 你都晓得 我们心里面的叹息 我们流的眼泪 上帝比我们自己都懂我们 懂我们的存在 他懂我们 这种存在在罪恶之下 所受的所有的痛苦 他造了我们 他完全透支我们 了解我们 比我们自己了解的都厉害 比我们的闺蜜 比我们父母都懂我们 父母有时候跟儿女之间有隔年代差呢 是吧 现在年轻人想什么 他们根本搞不明白 昨天我还接待了这个 来自武汉的一位姐妹 带着女儿准备来留学来考察 我车上我就观察了 母亲对女儿的想法完全不到 现在00后 他母亲比我小一岁 79年生的 00后的孩子 他根本搞不懂 根本理解不了 我还是因为长期服侍年轻人等等 稍微这个接点地气 还稍微能够理解 即便是了解一些 但是你说我懂 我也不懂 年轻人的想法 很多东西我们懂不了 所以产生这种代工 他母亲根本不懂 所以但是上帝 完全懂我们 所以你的一个叹息 你的一滴眼泪 你连我们为祷告之前 我们所需用的 我们的父都知道 是不是就不必要祷告 不是不用废话 说那些没有用的 啰哩啰嗦的 故意说些废话 然后以为话多了 蒙吹天 就说点实在的就行了 是吧 因为你不说 上帝也知道 但是上帝却要你说 信靠他 向他沉迷 向他倾诉 所以软弱的时候 反而圣灵不离弃我们 圣灵来 就是做另一位保慧师 保慧师 有教导 有劝慰 有帮助者的意思 我们软弱的时候 圣灵就跑了 说不好听的 从人的角度 这种朋友 都是交不得的 这种有难的时候 跑掉了 树倒猴孙散 人这个层面 我们看的都是 都是败坏的 都是可恶的 难道圣灵神 就这么不仁不义吗 我们软弱的时候 就跑了 我过得好的时候 就与我同在 上帝不是这样 反而我们软弱的时候 以一种 我们意识不到的 那种存在 他陪伴着我们 继续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 所以上帝设定的救恩 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 圣灵应用这个救恩 确保这个救恩 最终成就 完全在我们身上 所以圣灵 知道我们的软弱 不断地坚固我们 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以至于不至于失信 可能暂时的软弱 跌倒 甚至离开教会 离开神 但是圣灵 只要我们是真的 神拣选的对象 那么圣灵会一定做工 借着外在的环境 和我们内在的感化 借着别人劝和祷告 带求等等 牧者的劝勉 用各种方法 里外综合性的做工 最终使我们 重新回到信心的里面 如果没有圣灵 信心都不可能 在我们里面萌芽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的信心也不可能 被滋养成长 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也不可能刚强 所以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 是基于三一上帝的计划 忠报基督的功劳和代求 基于祂的献祭 然后父和子赐下圣灵 圣灵就不是根据我们的情况 领到我们 虽然是信心借着信 然后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但是信心也是圣灵的礼物 圣灵做工的结果 所以都是基于神的作为 因此我们即便是犯罪了 圣灵也不会离开 因为殷洗了永远不离开 我们软弱的时候也不会离开 反而软弱的时候 更是圣灵要履行 它逊味时帮助者 扶持者的这样的作用 它确保神的儿女不至于迷路 它确保神的儿女 不至于半途而废 所以圣灵离开圣灵 我们过不了信仰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我知道大家是传统教会 我们老被教导的就是这样 那种阿弥念主义的这种 所以吓得我们得好好的 过圣洁生活 因为什么时候就圣灵就飞 飞离我们就离开我们 结果早晨过了圣洁生活 圣灵住在我里面 哈利利亚感谢主 我是神的儿女 然后中午起了谈心犯了大罪 晚上就圣灵离开我们了 离开你了你也没法悔改了 那怎么办 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的观念都不是根据圣经 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太少了 很好的问题 希望这样的解答能够根除我们传统当中 那种阿弥念的错误的圣灵观 圣灵基于三一上帝 基于父的爱 基督的功劳赐给我们的 有基督作为中宝 保障 他求父 因这词而赐下的圣灵 不会随便的离开我们 如果上帝笨到那个程度 都不知道你将来会软弱 软弱或者犯罪 然后结果赐给你圣灵 发现你怎么还竟然犯这样的罪 后悔了再撤回来 这样吗 上帝从来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尾 上帝都知道 是吧 明明知道我们软弱 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了圣灵 是吧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圣灵 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圣灵 为要成全 他完全救赎我们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很多的观念 其实里面很多是错误的